下一個叫做月偏時 月偏時就是月亮有些在本影有些在半影 有一些在本影有一些在半影 在本影的沒有光就黑掉了 在半影的還有光所以是亮的 所以有一些亮有一些不亮 那個叫做月偏時 有些亮有些不亮叫做月偏時 月偏時OK 好 第一 月偏時是完全走到本影 月偏時是有些在本影 有些在半影 都跟本影有關係 所以都叫做本影月時 日時不是喔 日全時是在本影 日偏時呢 半影 跟本影沒有關係 所以不太一樣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全世界只有一個月亮 這個月亮被遮住了 全世界只要看得見月亮的 都看到它被遮住了 所以月時的可觀測範圍比較大 只要看得到月亮就看到它被遮住嘛 可是日時呢 只有影子的內容 你剛才看過照片嗎 影子不大對不對 只有影子的人才可以看得到日時對不對 現在看不到日時 所以 月時的可觀測範圍大 日時的可觀測範圍小 比較小 可觀測範圍小 人要站在半影當中 在半影月偏時的照片 這個缺的是右下角 那個影片 他缺的是約略右上角 被擋到 被擋到 OK 月偏時 好 下一個 半影月時 半影月時就是月亮都在半影中 叫半影月時 請問你半影到底有沒有光啊 沒有 有 有光嘛 所以它會不會反光 會 會不會亮 會 只是亮度比較怎樣 小一點 所以你用肉眼不容易看出來 現在已經發生半影月時了 要透過一些幫忙 比如說 攝影機拍下來快放 比如說望遠鏡 看一些陰暗區域的變化 才知道說現在有半影月時 用肉眼不容易觀察 因為半影還是有光的 所以 月亮走進半影中 發生的叫做半影月時 但是呢這種肉眼不容易觀察 因為它只有一些光度稍微暗淡一點 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 要用望遠鏡攝影機來幫忙 像這樣 因為我看一下它有稍微暗一點 看一下 它有稍微暗淡一點 看得出來嗎 差不多暗淡一點 半影月時 稍微暗淡一下 OK UT啊 我不要告訴你 那是時間啊 不時間 某一種時間 那種神奇的事情 國中不知道就不要理他了 以後再有 以後再弄就好 OK 好來 你有好知 好求知心 好知求學心 是好事啊 OK 好來 日時從西方先吃起 月時從東方先吃起 我解釋 我解釋 聽不懂就給我背 來 北極向下看 逆時中 地球由西向東自轉 月亮跑過來遮 月亮跑過遮 月亮跑過來遮太陽 先遮上面 先遮下面 上面哪一邊 西邊 日時從西方先吃起 北極向下看歷史中地球由西向東自轉 上面是東下面是西 月亮跑進來影子 上面先吃住 上面先吃住 上面哪一邊 東邊 日時從東方先吃起 解釋 解釋 聽不懂就給我 十倍 你去問我十倍 有一些少數例外不要理他 比如說現在是永中 現在發生在那個別人是晚上的時候 可是我居然還是白天 然後發生了日時 你的日時就可能從東方先吃起 那是因為你本來現在根本看不到 你本來現在根本看不到 可是你就莫名其妙看到了 所以少數例外不要理他 不理他你就給我備好 日時從西方先吃起 月時從東方先吃起 真的假的 OK 胡蘭烏文 等一下囉 不要